北京时间8月6日 巴黎奥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火热开始 刚刚结束了一场焦点大战 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上演强强对决 经过四局激烈的比拼 中国女排也2比3不敌土耳其女排无缘四强 至此中国三大球已经全部被淘汰出局了 中国女排本次巴黎奥运会小组赛 状态保持得非常不错 险胜美国横扫法国利措塞尔维亚 三战全胜战绩堪称抢眼 顺利拿到了八强门票 今天和土耳其女排上演激烈的厮杀 对手如今今非昔比 有了瓦尔加斯的加入 实力大涨 因此本场比赛 中国女排肯定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想要击败对手 必须要攻防两端开花 比赛开始后 两队就打得难解难分 比分交替上升 厮杀来到17平后 中国女排拉开距离 并且24比20领先 土耳其女排顽强追上三分 但是关键时刻发球出界 中国女排孝纳大理 以25比23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 土耳其女排火力全开 7比2开局建立优势 并拉开到10比5 16比12 20比15 22比16 中国女排5比0攻击波 追到21比22 但是功亏一篑 土耳其很快回击 连赢三分 以25比21拿下 第三局 土耳其4比1开局 中国女排追到5比5平后 土耳其连续发球 送出4比0攻势 拉开到9比5 随后来到12-7 16-10 中国女排连下三分 追到13比16 随后 中国女排顽强追上比分 两队保持激烈的厮杀 土耳其以微弱优势领跑 中国女排紧追 来到24平后 土耳其连得2分 以26比24拿下 大比分2比1 反超比分 第四局 中国女排打出8比2开局 拉开到16比7 19比10 土耳其女排疯狂追分 打出6比0高潮 追到19比16 土耳其追到只差距2分 中国女排还是顶住 以24比20拿到局点 土耳其挽救一个局点 中国女排还是以25比21拿下 2比2进入决胜局 第五局 两队激烈厮厮杀 比分紧咬 来到11比11 关键时刻来了 最终 中国女排没有顶住2比3 不敌土耳其女排 从本场比赛来看 产生五大不可思议 第一就是中国女排开局 总是慢热 被拉开比分 第二就是 土耳其的瓦尔加斯太猛了 三杰就拿下30分 第三 中国女排一传和二传 还是有很多问题 第四 朱婷状态确实不好 不再巅峰很多扣球 没有威胁 第五 没有想到中国女排 打得这么差